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到2021年的1月20日 届时他将交接总统职务给继任者 那么这位政治家和曾经的商业大亨 现任总统之后将做什么呢 美国现任总统常见的职业选项是巡回演讲 动笔写回忆录 着手总统图书馆的计划等 有的现任总统从事人道工作 有的拿起画笔画画 但是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打破许多惯例 他现任后做什么事 也可能和其他前任总统都不一样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特朗普现任总统后大概会去做些什么吧 首先就是卷土重来 或许这次大选并不是特朗普政治生涯的终点 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再度竞选总统 当然如果特朗普选择这条路 他也并不是先行者 因为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唯一一位两度当选 而且任期不连续的总统 那就是格罗弗·克里夫兰 克里夫兰1885年至1889年 担任美国第22任总统 离开白宫四年后 1893年再度担任总统至1897年 美国宪法规定 当选总统不得超过两次 但没有规定任期必须连续 前白宫幕僚长马瓦尼最近表示 特朗普有可能会寻求2024年的竞选机会 特朗普热衷于竞选造势 这次大选中他获得了7150万张选票 是美国总统大选历史上最高票的落选者 这清楚地表明他在美国民意支持上有一定的基础 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的卡尔金斯教授认为 特朗普虽然即将卸任 但是他的品牌在某些方面 却和他当选总统的时候一样强而有力 此外 有传言说特朗普的大儿子 小唐安德特朗普有意决注总统 对此他本人并未承认或否认 其实在小编看来 卷土重来对于特朗普来讲 真的未必是个最好的选择 毕竟已经70多岁高龄 四年之后再战 可能多少都会力不从心 但是如果特朗普选择重回商业战场 那或许他将会取得更高的成就 在踏入政坛之前 特朗普已经是地产大亨 电视之音秀明星 他还是自己品牌的代言人 把自己的名字当作商业招牌 为产品代言 卸任总统后 特朗普完全可以重新返回商场 继续他四年前未完成的商业工作 纽约时报曾报道说 特朗普有超过4亿美元的贷款 在未来几年内到期 不过特朗普说 那个数字只代表他资产净值的很小一部分 特朗普集团旗下拥有许多酒店和高尔夫酒厂 在孟买 伊斯坦布尔 菲律宾 华盛顿特区 迪拜 印尼 美国和英国等许多其他地方 都有特朗普的品牌的房地产和高尔夫酒厂 如果特朗普卸任后决定弃政反商 那么他有许多工作要做 特朗普许多商业活动都是在旅游和休闲产业 这些相关产业在新冠疫情中受创很严重 所以特朗普完全可以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 再次披肩挂帅 挥斥放球 如果特朗普不想重新实际他的房地产生意和高尔夫酒厂 那么他还有第三个选择 那就是成为媒体界的大亨 特朗普对电视媒体绝不陌生 以他作为灵魂人物的真人秀系列节目《学徒》 经久不衰 叫好叫做 因此有许多关于他入主电视和新闻媒体的猜测 创办自己的电视频道 或是和已建立的保守派电视网络合作 测量品牌知名度的Q-Scores公司副主席夏弗表示 特朗普绝对具有潜在观众群 他是话题人物 就像霍巴德斯特恩这样 夏弗认为特朗普回到他最擅长的工作上 那就是引发争议 特朗普从不怕争议 越有争议 他干得越好 这就是他擅长的工作 保守用于媒体 一个美国新闻网或newsmax很有可能是特朗普合作的伙伴 这两个电视媒体因为保守派立场而被视为亲特朗普阵营 许多报道甚至猜测他们是否干预政局 此外 特朗普也可能和其他媒体或娱乐事业合作 特朗普也可能和出版商签约出书 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据报获得了破纪录的6500万美元 共同出书的合约 前总统不时出书合约金额也有1000万美元 如果以上这些都不符合特朗普的口味 那恐怕他真的只能享受退休生活了 按照1958年指定的美国现任总统法案 总统现任后享有待遇包括退休金 2017年这笔现任退休金为一年20万美元 现任总统还终身享有秘密安保人员的保护 医疗服务 旅行和幕僚人员费用 已经74岁的特朗普现任总统后 也可以决定轻松退休 他可以从事慈善工作 靠演讲赚取丰厚的费用 着手总统图书馆的计划 每位现任总统在其家乡 都可以有一座总统图书馆 珍藏其总统任内的文献等 闲暇时 他可以在佛罗里达州自己的海湖庄园 悠闲地打高尔夫球 虽然这非常不符合特朗普的性格 因为他一生都活在聚光灯下 他这种性格的人不会就此消失 但是今年10月的时候 特朗普自己也开玩笑说 如果他输给了拜登 将会感觉很糟糕 也许就此一走了之 离开美国也说不定 所以在乡永山寨的人 也有暮年之时 或许特朗普如果真的这么做了 还会给世人留下他的另一面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